关于本次巴以冲突 美国的反应很迅速 航空母舰福特号已经带着战斗群前往地中海地区 支持以色列 在以色列和美国联手的情况下 哈马斯这次袭击可以说自掘坟墓 但问题是 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 那可是跟英国的军情六处 美国中情局 苏联的克格勃 并称为世界四大顶级情报机构的组织 为什么这一次50年来 规模最大的袭击以色列行动 乙方会如此毫无防备 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以至于损失这么惨重 摩萨德这次的表现 可以说让人大跌眼镜 甚至让人不敢相信 哈马斯这么大的一场 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动 事先必然经过了长期周密的准备 而如此规模宏大的计划 居然没有泄密 能把最擅长搞情报的以色列人蒙在鼓里 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大家好 我是大胖 咱们继续来聊巴以冲突 本期主要讨论 以色列情报组织的严重失职 以及哈马斯最终的命运走向 以色列摩萨德的前负责人 哈罗维亚 在前几天接受美国有线新闻采访时 就公开承认 事先没有收到任何形式的警告 这场战争的爆发完全令人惊讶 这就更加让人费解 摩萨德情报机构会变成吃干饭呢 其实如果硬要找原因 大可以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所推行的那场争议很大的司法改革说起 当时强制改革直接引爆了以色列的宪政危机 极大削弱了以色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去年年底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第三次上台 他前后掌权已经超过15年 为了扫清权力的障碍 内塔尼亚胡在今年初 开始推动所谓的司法改革 他认为以色列的公共政策受制于司法部门 而司法部门似乎管得太多了 于是就想削弱最高法院的权力 不准最高法院行使司法审核权 防止他们否决自己制定的政策 内塔尼亚胡改革的核心 说白了就是要保证自己的政党所控制的以色列议会 有权力可以否决以色列最高法院的决定 推翻以色列的法院裁决体系 这项改革已经完全违背了 民主政治三权分立原则 对于权力的制衡造成永久损害 所以一经推出 就遭到以色列全国上下甚至是包括军队的反对 为此内塔尼亚胡撤换了很多使反对意见的权力部门高官 也造成了以色列政坛的动荡 进一步造成整个军队士气低迷 在今年以来 以色列前后有700多万人参加了反对内塔尼亚胡改革的示威游行 要知道以色列总人口也不过才900多万 你想一想反对的声音有多大 以色列国内民意这种大分裂 持续的动荡也在客观上 使得很多国家机关的运作不太正常 这就有可能是摩萨德 居然没发泄哈马斯袭击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 常言道 一座坚固的堡垒最容易是从内部被攻破 以色列人在战场上从来没有被阿拉伯打败过 这一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他们自己乱了自己的阵脚 才导致了惨剧的发生 当然 尽管以色列损失惨重 但可以想象得出 一旦他们回过神来 对哈马斯的反击也一定是毁灭性的 以以色列人那种牙兹必报的秉性 当年是怎么对付纳粹余孽的 让摩萨德千里追凶 恐怕今天也会怎么对付哈马斯 毫不夸张的说 哈马斯这一次大规模袭击 完全是以卵击石 自寻死路 毕竟实力差距过大 当然对于哈马斯来说 他之所以能够好端端的存活这么多年 无外乎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源源不断的资金和武器的支持 打着干掉以色列的旗号 受到各个阿拉伯国家幕后支持 持续不断的给他输血 另一方面 那是不断的鼓动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仇恨情绪 为自己争取民意的基础 才得以长期统治加沙地区 那么话说回来 这么多年 以色列为什么不直接吞并加沙呢 从地图上看 加沙只是很小的一块 被哈马斯武装控制 可以说是以色列的盐中钉 肉中刺 而以以色列的军事实力 全民服兵役 预备役士兵可以立即动员 数量足有一百万人 而哈马斯军队总人数大约只有两万人 武器也相对简陋 因此 以色列吞并加沙 可以说是探囊取物 很轻松就可以强攻下来 但事实上 拔掉这根眼中钉绝非最佳选择 加沙地带面积虽小 但人口密度却极高 是全球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300多平方公里 住着200多万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如果武力占领加沙 将会不可避免的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这极大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 此外 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以后 就需要承担治理维稳等多项任务 这将会给以色列带来沉重的负担 所以以色列才决定采取战术退却的方式 不打你 控制好你 隔离开你 避免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 而哈马斯武装可以说是在夹缝里求生存 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要武器没武器 只能时不时的求支援 而获得支援的唯一理由 就是他敢真的对以色列下死手 但这一次闹得实在有点太大了 我估计很可能会成为哈马斯最后的绝唱 就在前几天 美国的反应也很迅速 航空母舰福特号已经带着战斗群前往地中海地区 以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 毫不夸张的说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以以色列和美国联手的实力 恐怕哈马斯也只能剩下死路一条了 这个披着政府组织外衣的恐怖组织 可以说已经走到了末路 以色列在后续消灭哈马斯后 会不会长期占领袈裟 彻底控制这个地区 目前还不好说 但毫无疑问 巴勒斯坦的政治生态 肯定会因为哈马斯的灭亡 产生新的巨大变化 从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说 在立国的第一天开始 就跟敌视自己的阿拉伯国家血战 屡屡处在亡国的边缘 但又总是力挽狂澜 战无不胜 越打越强大 一刀一枪的在中东站稳了脚跟 虽然它背后有西方的支持 但说到底还是自己争取来的 如今的以色列 在仅仅2.5万平方公里的贫瘠土地上 几十年的时间 就造出了一个现代化发达国家 也是中东唯一的发达国家 它不仅是军事强国 拥合国 同时也是教育强国 科技强国 但说以色列 至今已经拥有14位诺贝尔奖得主 而一旦说到犹太人 150多位诺奖得主 简直恐怖 以色列的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超过80家 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 可以说 它是中东地区毫无争议的 经济最发达 商业最繁荣 整体人类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 明显比那些只会卖石油的阿拉伯人 更值得立足于世界 对于我这样的说法 肯定很多人不认同 对于犹太人这样的民族 其实你很难去说它好与坏 毕竟都是为了生存 我反正个人的观点绝对不是说 找各种借口 理由 历史事件去贬低人家 还是那句老话 诗以长计以质疑 即便是不能理解它 但需要尊敬它 如果仅仅是因为 以色列和西方是盟友 咱们就无脑的敌视它 我觉得呀 反倒有点蜀目寸光了 再接下来 以色列正式开战以后 恐怕中东地区又会陷入新一轮的大动荡 牵一发而动全身 短期内也看不到结束的痕迹 即便是哈马斯很快被消灭 但很可能还会有新的恐怖组织兴起 毕竟前河武器源源不断的有金主提供 或者真的像那句话说的 只有外星人入侵了地球 地球人才能够做到全部团结 统一对外